1959年12月 辽阳市的征兵工作开始了 工厂领报头版上 一篇我决心应照的文章异常醒目 这是19岁的雷锋的心声 我要去部队 我要去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但最初 入伍通知书并未如有 原因是雷锋身高体重不达标 满身韧劲的他不肯放弃 徒步几十里来到辽阳市人民武装部 一再请求 部队看到了他在工厂的优异表现 更看到了他渴望进步的决心 最终特批他入伍 1960年1月 雷锋终于穿上了军装 实现了当兵的梦想 入伍当年 雷锋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强烈心愿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今后我要更加珍爱人民和尊敬人民 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 做人民的勤务员 就在写完这篇日记的五天后 雷锋因公牺牲 年仅22岁 1963年3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 向雷锋同志学习 也掀起了当时的全国学雷锋活动热潮 22岁的生命虽然短暂 雷锋这名共产主义战士 却用先进世纪和模范言行 竖起了一座永恒的风碑 忘我的精神 进取的锐气 雷锋精神像一面旗帜 一盏明灯 感召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2009年 雷锋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 感动中国人物 2019年 雷锋被评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最美奋斗者